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爾師傅 又到一年一度的中元節啦 好,那這支影片其實我是突發起想,想到說要來拍一拍了 因為剛好今年7月份我也在馬來西亞 其實我們在馬來西亞一般上也 不會稱這個 沒有這麼正式去稱這個月份為中元節啦 可能我小時候的時候都直接叫它為鬼月 或直接稱這個月份7月份這樣子 那其實一直到我在台灣工作兩年之後,我才是 會意識到說這個節日叫做中元節 那今天這個主題也是剛好因為我有在台灣生活過 也讓我突然想到說 台灣其實大多數也是閩南人嘛 那像在我們馬來西亞,至少柔佛區這邊 大多數也是福建人 我一般 以前 還剛去的時候我就會以為說 都是 來自同一個源頭的 這個 華人嘛 以為是大家在習俗上面可能會 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實際上我在台灣過了兩年之後 還是發現到在中元節祭拜上面 不只中元節還有其他節日等等 今天主題就在中元節 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好 那 像在 台灣 的時候 我比較多參與到的就是 公司的這個祭拜方式 那在公司 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會擺一個桌子在 辦公樓的七樓 邊邊 那這樣子放一些餅乾之類的就開始祭拜了 那 像 剛剛我們最近朋友發一個 照片給我看 就像 大家可以看這個右上角 這是在信義區 他們就擺了一長桌的桌子 讓 很多商家店家一起在那邊祭拜 這樣子 那 可是在台灣我那時候是住在蘆洲 的時候 反正在一般家庭 就是路邊 不會看到很多人在 中元節的時候去進行這種 祭拜的動作 可是比較多的就是會可能會有一些廟宇 滿熱鬧耳在祭拜 或者是會有 遊神遊節節等等 這個是我看到的他的 不同的地方 這邊的部分的話我就想說 拍一下 馬來西亞 到底我們在馬來西亞 至少在 Rovro州這邊 我們是如何去進行 這個 中元節的祭拜 像我媽媽本身的話就會有 在 7月這個月份裡面至少會拜 沒有錯的話會是三次 就是 第一天 7月1號 還有是 鬼門開的 就是7月14 還是15 我也忘記 然後還有最後一天 這三天至少會有這樣子的 祭拜的動作 那 我們就 直接往下看 看一下 第1天 還有第 中 7月15號 那一天到底我們是什麼祭拜的 我們往下看 那這邊 那這邊 就是我們7月第1天 祭拜的方式 我們就會 這我爸摩托車店就會在 摩托車店前面 用小花瓜插了很多蠟燭 和香 目的是為了讓好兄弟知道說 這邊有buffet 你們可以來吃喔 那在我們家前面也會有 一樣的 形式 那對面就是我爸摩托車店 那我媽就會把很多 摩托車好的金子啊 還有 一些 經文都一次過燒給這些好兄弟 那麼在 中元節的正日就是7月15 當天 我們家這邊的祭祀一般上就會先 祭拜一下我們所供奉的這些佛祖 包括觀音 包括我們地主宮 地主宮在台灣應該被稱作大佛宮 還有我們的這個 天公之神 天公 天公啦 之前等等 那 祭拜完這些我們供奉的神 之後 我們也會 就會去 紀念一下我們的這些 倉家的祖先 這樣我媽媽每一年都會煮了很多 美食 看一下 大家是不是流口水了 哈哈 滷豬 腳 然後還有這個 這時候肉骨茶 來大鍋飯 所以每天這個時候都是吃到飽飽的 祭拜當然會少不了要上下這個動作 那在我們這邊祭拜祖先的時候 我們家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在你要因為他 香爐在上面嘛你要踩上去之前 一定要對那個椅子拜一拜 因為 這些椅子就是給祖先們 坐著來享用這些美食的 好 這些都是非常小的細節 那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要問 阿公阿嬤們 吃飽了嗎 那就會要來自備啦 那自備一定要知道 聖杯有三次機會 只要知道一正一反 就是聖杯 那就代表我們可以 開始收拾 然後 把這些 金子 都 燒一燒 那就可以等到晚上再繼續 接下來的拜拜 囉 好熱喔 丟丟丟 趕快 那差不多休息到 三點多的時候 我們又開始 準備 外面 就是要 祭拜好兄弟的這些 東西了 那一般上我會幫我媽媽 就是開始準備桌子 把這些紅紫 香爐 包一包 那就開始 把我們要祭拜的 餅乾啊 乾糧啊 新鮮水果等等都 擺上去桌子 開始準備拜拜 那 接下來的 影片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過程 以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給大家自己去 看一看我們整個的過程喔 過程 直播 Joker 太陽 杯 好 嗯 那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